大家好 钟楼在古楼的北边离得非常近 钟楼的大门正面呢 有一座预制碑 从大门后面看啊 看得更清楚一些 碑是乾隆十二年重建钟楼后树的 碑首的提额写着 预制重建钟楼碑记 进了大门呢 是一个大斜坡 您上去以后呢 走右边 要绕到钟楼北边呢 才能登上钟楼 到了这个检票口位置啊 上楼 检票口呢 不检票 是在大门口的检票 和鼓楼一样 检票口旁边呢 有一座长长高高的楼梯 和鼓楼的呢 一样抖 第一阶楼梯上完呢 右拐 您再上一小段楼梯呢 就到了钟楼上 正中间呢 是一口铜钟 这口铜钟呢 是明朝永落年间造的 高7.02米 直径3.4米 重63吨 是国内现存体量最大 分量最重的古代铜钟 它的钟声啊 优远绵长 圆润红亮 在过去啊 北京城没有高达建筑的时候啊 钟声可以传播数十里远 过年 三十二晚上呢 要敲108下钟 敲钟的位置呢 有专门的位置 在钟楼的西侧 钟楼内呢 不大 一眼呢 基本上就可以把全部都看完了 除了看大钟以外啊 还可以看南面对面的鼓楼 在这个角度 看鼓楼啊 还是比较难得的 下期视频呢 给您介绍 北京钟鼓楼的开放时间和门票 更多旅行实用攻略 请观看视频合集 麻烦点赞收藏 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